再来关注巴以问题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及其内阁成员 15号刻意前往约旦河谷召开内阁会议 宣示其准备在17号的议会选举中获胜之后 吞并约旦河谷的决心 而在16号的时候 巴勒斯坦方面则做出了针锋相对的举动 巴勒斯坦总理阿什提耶 当天率领内阁成员也前往约旦河谷召开会议 并且指责以方试图吞并约旦河谷是非法的 在约旦河谷召开的内阁会议上 阿什提耶表示 以色列试图吞并约旦河谷的企图 在法理上是完全站不住脚的 早在犹太定居者到来之前 巴勒斯坦人就已经在这里定居了 所以说这里的犹太定居者才是非法的 尼塔尼亚胡领导的利库德基团 及其他右翼政党 虽然在今年4月的大选中赢得了议会多数 但却未能成功阻隔 本月17号 以色列将再次举行议会选举 尼塔尼亚胡10号表示 如果赢得选举 他将把约旦河谷和死海北部 纳入以色列版图 而吞并约旦河谷 将成为以色列对约旦河西岸地区 实施更广泛主权的第一步 对此巴勒斯坦方面表示了强烈抗议 称如果尼塔尼亚胡这样做的话 巴以之间的所有协议都将作废 约旦河谷位于巴勒斯坦 约旦河西岸地区 面积大约2400平方公里 约占整个约旦河西岸地区面积的三分之一 巴勒斯坦主要城市杰里科 就位于约旦河谷 约旦河谷在军事和农业方面 都具有重要战略意义 1967年中东战争期间 以色列占领了约旦河西岸地区 此后在这一地区 修建了大量犹太人定居点 在此前的巴以河谷中 约旦河谷就一直是巴以双方 争执不下的问题之一 兰魂